陳怡辰和孫瑞 最近推出全新單曲 天生感應 12號也合體擔任 紅心字會公益大使 兩人的感情 可是從高中就延續到現在 不過當然也有要 小小爆料的時候 我覺得我很會包容他 這句話不是我要說嗎 他竟然先搶走耶 為什麼沒有要不要聽啊 沒有 因為你看 就是他是私主座 他其實有時候個性比較闖 但我也其實也蠻難搞 所以我也很謝謝 因為長大有慢慢修煉這個壞提氣 神絲老公是個很耐操很耐扭 我媽都說 我說怎樣 妳女兒是條件很差 但是真的找不到 因為神絲老公非常的棒 有 但他很好的 對啊 所以有感進度嗎 那個 要問老闆求不可以生孝孩 順其自然 對 現在還 現在我也沒有年紀到 要高齡產婦什麼 所以 先工作 對啊 先工作 然後先開心的生活 就是 說可是有小孩 你就不能出國囉 你就不能這樣到處跑囉 你看那個隔壁鄰居小孩很皮喔 你可以嗎 這樣一直嚇他 他說不會很可愛 我就沒轍 開心最重要 然後工作很重要 先工作